还陪闺蜜去K哥 却不料被这个富二代盯上 于是趁着她弯腰捡手机的时候 富二代就在她的酒里下了药 虽然这一幕被闺蜜看见 但闺蜜不但没有拆穿 反而自顾自地玩了起来 而她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喝下了那杯带有迷药的酒 可女孩是个乖乖女 才喝一杯就表示要回宿舍 富二代自然不会放过这到手的猎物 她主动提出要送张静回去 可是刚来到宿舍大门 富二代的本性就开始暴露了出来 哎 在药物的作用下 张静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 张静就来到警局报案 说她好像被人强奸了 但是她不确定强暴她的人是不是罗霄 根据张静提供的口供 警方初步推测张静是被人迷奸的 但是由于张静被侵犯后洗了澡 无法从她的体内获取失害者的DNA 虽然张静提供了她的衣服作为证据 但是根据描述 两人在发生关系前就有过身体接触 所以她衣服上的指纹并不起作用 于是为了获取证据 警方来到了张静所说的仓库 可仓库里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在保安口中得知 这个废弃仓库其实是个小树林 很多富二代都会带着剧院的女孩在这里约会 所以他们为了不被打扰 很早就将这里的监控破坏了 但是在大门的监控里 他们发现昨晚进入剧院的只有张静一人 并没有看到罗霄的影子 可这样也不能排除罗霄的作案嫌疑 因为保安说这里经常会有人翻墙进入剧院 为了防止罗霄逃走 警方随即就对她进行了逮捕 并且在罗霄的车内发现了很多迷药 而这些药物的成分和张静体内的一模一样 但罗霄却对迷药的事情供认不回 虽然迷药是罗霄的 但是也不能证明张静就是她强暴的 就在案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警方却突然在网上发现了 罗霄和多名女孩的不雅视频 而这些受害女孩全是剧院里的演员 只不过里面并没有张静 但其中一人却是张静的闺蜜 于是警方当即就找到张静的闺蜜问话 可闺蜜不但没有说出 她看见罗霄对张静下药的事情 还说她和罗霄发生关系也是自愿的 视频也是她心甘情愿拍摄的 对于闺蜜的行为 女警很不解也很无语 但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里面的五个女孩在拍摄时 意识并不清醒 所以他们再次以视频内容 对罗霄进行了审讯 可罗霄也一口咬定 那些女孩都是为了她的钱 自愿拍摄的 所以案件进行到这里 依旧无法证明张静是罗霄强暴 加上视频上传的IP地址都在国外 警方甚至无法判处 罗霄传播视频的罪责 而此时罗霄的拘留时间 已经超过24小时 她的母亲以癫痫为由 给她申请了保外救医 可刚走出警局 一大堆记者就围了上来 要怪就怪他们自己见 他们爱钱 我好色 大家各取所虚伪 而罗霄的这番话 很快就在网上传开 几个女孩的视频 也迅速流传了出去 而闺蜜最后也受到视频的影响 被剧院开除了 闺蜜一气之下 就找到罗霄想要个说法 起料却被罗霄一顿羞辱 那天我亲眼看到 你把张子酒里放东西 罗霄不知道的是 闺蜜已经将这次对话 偷偷录了下来